第六届世界整合医学大会及新冠病发后遗症症防治论坛 2022年12月16号到21号美国国际医药大学现场和深圳及网上隆重举行 是中联、国会议员、工程院认识、国医大师、太吉、气功大师等各方祝贺 在主办单位世界整合医学学会联合会主席 国际医药大学校长王英秋博士团队精心组织之下 参与此次论坛的包括工程院认识、国医大师石雪敏 第六届世界整合医学大会 即新冠病发症后遗症的治疗论坛 讲于2022年12月16号到19号 在美国国际医药大学及中国深圳线上线下隆重举行 我表示热烈的祝贺 尊敬的王英秋主席 尊敬的副学理基金主席 尊敬的高精炼基金主席 我仅以我个人的名义 并代表世界首达医学联合会 对这次大会的召开 表示热烈的祝贺 李电贵 大家好 我是李电贵 支持第六届世界增客医学大会 我请向会议的动用召开 表示热烈的呼吓 黄正明 王乔华 魏坤 张采芳等 十八院士 也有抗议英雄方方江 张卫军 张海生 阿佛大学程晓妮 张文丽 北大刘峰 川大阁桑 朱勉生 焦顺发 江丹 陆彪 郑建华 林丹前 朱正高 田海和 陈彦梦 苏华昌 郭廷音 新长山 陶一清 王德凤 汤淑兰 任立平 林玲 新梅 唐铁军 王仲斌 杨长俊 卢志鹏等全球一百多位中西医专家 将在总论坛和十八个专门的论坛 做精彩报告 并用南方密学方家区 科学有限公司 美国汉医疗公司 和中国领会生物等 提供赞助 智慧医学查病因专委会与存财 和运气能量真专委会里运进 日本省合医学分会 穆斯诺南和加拿大 整合医学分会 黄国建等各分会主席 积极参与大会 并公益出席 所有参与医生组织者 均一无参与 QHC黄网提供技术支持并直播 YouTube同步直播 大会亮点 一 阻止新冠 流感传染 防止新冠病发和后遗症 二 讨论治疗中风方法 三 太极气功医疗运动 处防标准化研究 大会执行主席 国际医药大学继续教育 及推广学院院长副学理教授表示 东南亚地区都知道 中风后一定要做针灸 因为奇效很多人 快速恢复正常 但是西人并不知道 针灸对中风的奇特疗效 本届大会将积极推动 让西人接受 包括中医针灸 罚冠 太极内功在内的整合医学 对中风偏瘫的辅助疗效 让中风病人 更快速恢复健康 大会特邀中风专家 醒脑开窍针 正式学敏 醒脑开窍针 教室发头针发明人 黄英秋和宇 任月灵神经术级 张英结构 卢盛春针刀 理业结构治疗 复学理气针灸 黄国健小认针 石雅结针刀 目自若男手法 无力封干细胞 林盛情放血 林永泰等针 曹世和盲针 陈平清 头针 冰罩燃组织 李荣刚天一针 杨长俊综合 拱伤症为宪 李云海中药 欧阳辉 真吉 Steven 西医 沙弥多整合等 共同做专题讨论 加州通过 真酒师教病人 练习太极 气功15分钟 保险公司 可支付60到80美金 但由于全世界 没有标准 所以世界整合医学联合会 准备成立太极 气功医疗运动 处方标准委员会 会及大家 共同来研究 讨论制定标准 并培训 参与者包括一下人士 等专家学者 在中国深圳 论坛定于北京时间 12月17到18日 在深圳好日子 皇冠假日酒店举办 众多学者参加 将启动国际新冠后 一正康复中心筹建仪式 与赵庆市人民政府 广东省及时与公益基金会 中医光子生命科学院 等启动脑胎儿童康复专项基金 美国国际医药大学 举办招生推荐会等活动 在美国硅谷秘书长邓立峰 组织下 2022年12月18日 晚18点到19点30分 在国际医药大学 和与中举行全民大健康之业 即圣诞元旦晚晚会 并举行临床医学院 和与大医馆 健康管理学院 健康520电视栏目 隆重剪彩 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 一个历史性序幕即将拉开 整合医学专家团 联合诊所 综合研究中心 中西医居家医院 高维康乐园将全面启动 并正式面向社会 大会供6天 提供48个加州和全美计较学分 并纵送8小时学分 特别欢迎全社会民众参加 大会为公益活动 请浏览我们的网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